同樣是昨天晚上深夜在新北市新莊 泰順街發生了民宅大火 現場移動五樓的公寓 三樓全面燃燒 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熊熊烈火 幾乎把整層樓全部給吞噬 根據瞭解 火警發生在凌晨的十二點零三分 火勢持續超過二十分鐘 消防單位在凌晨十二點二十五分 把火勢完全撲滅 而住戶跳樓逃生 共救出了一名大人和兩個小孩 其中十二歲的小男孩吸入了煙氣 九歲女孩則是肢體擦傷 目前三人都送往府大醫院來治療 另外還疏散了附近十一名的住戶 燃燒的面積大約二十坪 目前起火的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釐清